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字 那这个字呢 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称啊 是这个称 称式的称 大家注意哈 我们在讲那些古文字时候 它并不能按照我们今天的 简体字倒推 你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 这个称的写法 是这个称 前面刚刚讲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在这个基础上 直接加个图 那这个字 它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我们不能按照后人 构织的简体字 用偏方来倒推 积纹和甲骨 它不是那样的 那现在呢 这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 开分一下 它的左侧 这个偏方 我们呢 读做锅 或读做佣 佣和锅呢 在过去呢 是一个字 就这个字 或者呢 读做佣 城和锅呢 在过去呢 它是分开的 说内城叫做城 外城呢 叫做锅 所以呢 三里之城 七里之锅 再就是呢 像 孟好然的诗 绿树 催边 和青山 锅外 斜 青山 锅外 斜 就是外城 这个呢 是指的相当于 现在的 城乡 结合地带 叫做锅 你看 它右边 有个尔 这个尔呢 就是一 和城一相关 所以呢 这一个偏方 它本来就是说 这是锅的意思 那右边呢 再加这个须 所以的话呢 这个字呢 构成了一个 和体字 是城市的城 那桌子 指内城的城区 也就是城市 在文献里面 运用的时候呢 银和锅呢 是分开用的 在今天呢 就是指 比较繁华 比较热闹的地方 叫做城市 这个字在基因文里面呢 也有这样写的 那这样呢 还是一个 城 这个地方加的土 大家注意啊 刚才我说的 这个写法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满期的时候啊 经文里面出现了 下面加土的字 这个呢 也是成了一个古字 还有一种型号呢 是直接 把这个钉也省掉了 直接加土 都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 不断的演变 请不回答